几烈紧张的阿拉斯加会谈刚结束 中美双方高层却没时间休息 因为更大的动作还在后面 据环球时报3月22日报道 布林肯在参加完美中高层对话后 22日将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 美国国务院称 布林肯将在会上强调 拜登政府重振美国与盟国关系的决心 讨论如何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全球挑战 恰好在同一天 俄外长拉夫罗夫将出访中国 俄媒称俄中外长将讨论两国战略合作的现状欲前进 并就国际事务中双边协作交换意见 拉夫罗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 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中俄协作模式不受意识形态限制 也不受国际形势变化等因素影响 不针对任何第三国 拉夫罗夫强调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仍在国际事务中奉行霸权政策 试图阻挠世界多极化和民主化趋势 中俄的首要任务是继续加强 两国在国际舞台中的高水平协作 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协作 针对当前的中美关系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在中美会谈结束后表示 中美是两个伟大的国家 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 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难免会有不同 但现代科技全球化传播 和经济全球化 都要求双方付出 比以往更大的努力推进合作 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取决于中美之间的理解 因此两国积极的合作关系十分重要